現在想釣蝦不一定要去到台灣 因為香港的釣蝦場越開越多 新蒲江這間室內釣蝦場開業沒多久 已經吸引了不少釣蝦發燒有朝聖 新場佔地大約6000呎 場內有兩個大蝦池 收費短中計140元一小時起 玩得越長時間 價錢越便宜 作為釣蝦的新手 為了不想兇手而回 就要專心聽職員指導 蝦尼是一般釣蝦場經常用到的赤尾青蝦 勾好蝦尼廢出蝦缸後 就是內心而又漫長的等待 要知道有沒有蝦上釣 就要專心留意著這個浮標 然後就是一字記之約 等 大約10分鐘左右還要有蝦上釣 是泰國羅斯蝦 即是俗稱大頭蝦 通常有不少客人收穫都很豐富 幾乎每隔幾分鐘就有蝦上釣 所以其實只要拿捏到故中的技巧 再加少少耐性 就可以成功釣到 而職員每個小時都會加蝦 保持蝦的活躍度 所以就不用怕蝦被人釣光了 釣完蝦後就可以選擇走戰利品 或者即燒即食 蝦場會安排專人即場煮 釣多少煮多少 就算最後一隻蝦都釣不到 蝦場都會補底給五隻蝦做安慰 煮法方面都有不少選擇 可以選不用加淺的鹽燒或薑蔥白灼 如果想更加飽味 就可以加淺選它們的獨家煮法 重口味的話就一定要試它們的蒜香醬油或麻辣 喜歡香口的話就可以選鹹蛋黃 味道比味外面的大排檔 另外還很貼心地提供超過10款炸物小食 推介限量供應的韓式炸雞 以及炸到脆薄薄的吉列炸蠔 讓大家不用獨孤一味只吃蝦那麼寡